本月,泰国王室出尽了风头,马哈国王与苏提达王后一改过去几年的独乐乐,不再沉浸自己的小日子与后非公斗,开始融进世界王室圈的交流中去。 月初的时候,七十多岁的马哈带着苏提达盛装亮相了老朋友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一众保守低调的宾客中,苏提达王后真是太长脸了。 且不说他以独特的泰式宫装群亮相,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就是他所佩戴那些耀眼夺目,价值连城的化丽珠首饰,也尽情地为八卦的粉丝们打开了展示王室天界富贵的一扇绝佳窗口。 新任泰国王后苏提达,果断地接替了他婆婆施力及王后行走的珠宝架子这一美名赞誉。 苏提达长得不仅仅是自己的脸面,也是给泰国王室长脸。 此前他与施妮娜贵妃的后妃争宠,让外界对于泰国王室充满了好奇与疑惑。 如今端庄,华贵,正宫气场满满,尚得了台面的苏提达,完全符合了人们对于异国之后的想象。 苏提达这次跟随马哈国王的英国官礼,红利其实是非常大。 首先他们夫妇俩回宫之后,马哈就果断地放手让王后单人出席公务活动, 这也意味着苏提达有了更大更多的公务空间与自由,就此王后也怒刷了一波存在感, 使得她如今在大众心里的好感度再次提升。 其次就是下个月的苏提达45岁生日了。 根据泰国王室公务处在网站上发布的消息,6月3号就是苏提达授臣。 谢尔金王室提前预热,邀请公众在2号、4号期间通过在线系统留言写下大家对于苏提达的祝福。 今年苏提达的生日庆祝活动的规模也有了明显的扩大,是王后即位四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王室公务处计划在苏提达生日当天,也就是3号上午8点半下午4点半, 在6个王室宫殿处为热情的王室支持者摆出签名祝福台, 这5个地点分别是曼谷大王宫、邦巴英王宫、克莱江元宫、蒲平宫、暖无礼行宫以及塔拉差尼威宫。 此前苏提达每年生日都指在曼谷的大王宫这一处有现场签名献花祝福的台帐, 如今扩大到泰国几大行宫, 可见王室对于他今年生日的重视。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苏提达如今人气高涨, 引起了泰国王室的注意,因此特地做出这样的贴心安排, 好满足各地王室粉丝们祝福王后生日的心愿。 比起4月底提邦公王子的18岁成年生日, 无论是从预热,规模还有大众的支持度来说, 苏提达如今王室第一得意之人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了。 如今王后的生日庆祝预热, 搞得这么高调与火热,也让人们更加多了一层期待, 那就是在寿臣当天, 马哈国王是否会再为苏提达送上大礼, 夫妇亮相,甚至就像当初 施妮娜贵妃圣宠时过生那般,俩人一起穿情侣装出来放生呢? 这点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毕竟马哈国王冷落贵妃一年多了, 正在慢慢地,不动声色地与施妮娜划清界限。 她选择带着苏提达一起去往英国官里, 也是在向外界表明,如今她身边只有王后这一个女主人而已。 英国官里的弘历还在持续, 苏提达的生日主场也必将流露出更多的王室内部状态。 帕查拉公主昏迷半年多,彻底退出王室争斗, 提帮公王子也早就回了德国上学, 只有斯瑞范公主承欢马哈国王膝下。 苏提达虽说是五子寺, 但她在王室里的重要性却正在慢慢显现出来。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泰国百年来的第一位贵妃, 施妮娜已经消失大半年了, 她去了哪里? 她失宠了吗? 2019年她刚上位两个多月, 就因对王后苏提达不敬而被取消一切头衔, 一夜之间均为阶下囚。 2020年, 她被赦免, 马哈派专机接她去德国共度假期。 然而, 2022年以后, 曾经风头无两的施妮娜再次隐身, 下落不明。 很多刚吃上泰国王氏瓜的粉丝们可能和我一样, 对她太妃子们背后的势力一脸猛逼, 贵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未来还能回宫与苏提达争一份宠爱吗? 还是会和与瓦达一样被禁止踏上泰国? 虽然以上这些都要看马哈的心情, 看她泰的局势, 但从过往施妮娜出席公开活动时佩戴的珠宝来看, 马哈对她还是存在偏爱的, 说她是马哈心底的朱砂制也不为过。 她尚未实施利吉王后已经不掌权了, 因为中风入院, 所以施妮娜, 苏提达比起于瓦达和西米拉来说, 算是赶上了好时代, 各类高级珠宝都有机会佩戴。 施利吉王后十分喜爱红宝石, 在1950年代就频繁佩戴, 其中有一对由钻石和红宝石打造的枝形蝴蝶结吊坠耳环, 是她珠宝收藏中出镜率比较高的一件单品, 经常会搭配体量巨大, 造型华丽的红宝石项链一起佩戴。 施妮娜是第一个解锁这对耳环的人, 她是属于大头娃娃内型的, 戴出来存在感很足, 但因为有施力极株欲在前, 施妮娜的佩戴效果就渐人渐质, 感觉多了一丝塑料感。 除了红宝石耳环, 施妮娜还佩戴过一条简洁的红宝石项链, 款式在王室圈算是爆款。 她由多个红宝石钻石扣连接而成, 下方悬挂着一颗可拆卸的红宝石吊坠, 施妮娜佩戴时搭配了红宝石耳环。 这条项链施力极宠幸的次数不算特别多, 但是马哈的原配宋妃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佩戴过, 不得不说,施妮娜真是不懂得避风芒, 怎么看都有几分挑衅的意味。 但如果说只是佩戴了婆婆两件象征了忠贞爱情的红宝石珠宝, 那还不足以说明马哈对她有多偏爱。 曾几何时,施力极王后的珠宝, 都是同样有着王后头衔的苏提达的专属, 但有一件体量硕大, 造型别致, 华丽且优雅的珍珠项链, 可能是苏提达再也不想碰的珠宝。 这是一条由珍珠和白色钻石打造的项链, 主件是大冰糖钻石项链, 上面悬挂着11颗水滴形珍珠吊坠, 不管是搭配钻石还是珍珠类的单体, 效果都不错。 这条项链施力极王后在早年出席日间公务时偶尔会戴戴, 后来一直在库房压箱底, 施妮娜是第一个解锁她的人。 如果说施力极王后是泰国王室珠宝箱的大功臣, 马哈几任妻子都以能够佩戴她的珠宝为荣, 吃瓜路人把她看作是嫔妃受宠与否的标志, 女眷们想要佩戴绝非易事, 那么拉玛六世独女毕查拉公主的珠宝箱, 则是为施妮娜开了绿灯。 毕查拉公主生前拥有大量的珠宝收藏, 款式和体量都非常扎实, 她曾经佩戴过一套珍贵的祖母绿项链, 上面的吊坠可以单独拆出来当胸针, 去世后这套珠宝回到了王室主之。 胸针顶部是优雅流畅的丝带蝴蝶结设计, 中间有一颗凸面祖母绿, 下方错落有致地悬挂着三颗水滴形祖母绿和两颗钻石吊坠, 很符合东方人文挽动人的气质。 施妮娜用来搭配了祖母绿吊坠项链和耳环。 施妮吉王后早年也佩戴过一枚造型极其相似的吊坠胸针, 搭配钻石吊坠耳环和祖母绿项链, 以及华丽的黄金钻石腰带。 胸针的存在感很强, 在整体搭配中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但明显还是碧茶拉公主的那枚更为华丽优雅。 除了祖母绿胸针外, 施妮娜还佩戴过一条红宝石钻石项链, 也是来自碧茶拉公主的收藏, 搭配施妮吉王后的红宝石之形吊灯耳环。 项链的确是好看的, 红宝石像一颗颗娇艳欲滴的樱桃和钻石相映成灰, 但这种佩戴方式着实是埋没了宝石的光芒, 过少的陆夫面积, 让整体效果看起来很局促。 她佩戴过最古老的王室珠宝, 是一条造型奇特的小米珍珠choker, 历史能够追溯到丽人王后时期。 项链主体有五排小米珠串成, 中间有卡扣式的吊坠, 看丽人王后的佩戴方式, 更有可能是作为一件服饰的装饰品而非珠宝。 施妮娜大概佩戴过两次以上, 每次都是戴在上衣的领子外, 和另外几件王室珠宝比起来, 这样的佩戴方式反倒是没有什么违和感了。 除了施妮娜之外, 施利吉王后和朱拉棚公主也曾经解锁过, 更有传承的意味, 而这些珠宝都是于瓦达、 西米拉、苏提达未曾戴过的。 从2019年7月被封为贵妃, 到同年10月被废, 2020年8月恢复戎宠, 2022年下半年再次失事, 施妮娜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却在有限的时间里, 解锁多件重要珠宝, 即便马哈从来就没有心, 想必对她也是有过偏爱的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